有 我昨天有碰到蓮靜雯 剛好她就坐在我旁邊 我就說還好嗎 她就說 讀過去了 讀過去了 還好 沒有像新聞寫得這麼嚴重 最後一個好像是說 180億萬吧 心疼蓮靜雯對愛情片子炸百萬 楊修會排出網戀 摸得主要比較好 我只能說 此情此景 真是 說不出話來 人生啊 踢功倍 本土劇女王蓮靜雯 去年誤以為網路認識的 Bruce是真愛 對方阿姨賺取結婚基金為由 陸續接受蓮靜雯購買期貨 泰達幣 就在480萬元到時候 Bruce也人間蒸發 雖然遇上愛情片子蓮靜雯 卻沒躲著不出門 19號依然現身 相替好朋友許俏正慶生喔 這樣他就坐在我旁邊 我就說還好嗎 他就說 不過去了 不過去了 還好 沒有像新聞寫得這麼嚴重 最後一個好像是說 480億萬吧 每個人都在打電話問我 我這個人我不會一直在洋門 因為怕人家 以前開始 傷頭都在痛了 人家一直問 一直問 那是我 我會很煩 但這朋友的就 點到為止 他也沒有再說 我們也不要再追問 也許他有找他的好朋友說啦 但因為我們也不是常常在聯絡 那也是希望說 事情趕快過去 越堅強 那你趕快越心疼 我們也不能說人家傻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也只能在旁邊默默祝福啦 連今晚事件爆發後 楊壽慧表示 也有很多朋友打電話 提醒自己要小心 你沒結婚又有錢 根本是詐騙集團的對象啊 不過想騙這位結的錢錢可不容易喔 我常常說 我很不喜歡什麼APP 軟體交友什麼的 這個我真的很不喜歡 第一 我們都是人品關正的人 那第二 我們都是以真心交往為原則 因為我們都是正常人 要交朋友正大光明 我們看得到摸得著 來相處會比較好 我一直覺得網路的世界 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這讓我很不安全感 包括你有頭像 我也覺得那個是別人 啊更何況沒有頭像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所以詐騙集團他們在騙人家 都有個SOV啊 標你上鉤 引君入翁 怎麼幫你灌明魂湯 這個他們都有付過專業的 現在的軟體 有的都是陷阱 每個人一定要好好的 保護自己 像我自己 腳踏實地慢慢賺就好了 有很多人 像我買高朋友也賣 挑釁錢失敗了 招股錢活死掉 所以喔 因爲我們當時炭嘛 消炭會軟的人 聽說咩 I zu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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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